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請自行會是一個坐標平面 並依照下列各點坐標 描出其正確位置 首先我們看A點 A點坐標是3-4 所以呢我們是由原點 先往右移動三個單位 再往下移動四個單位 在這裡我們標示這是A點 坐標是3-4 接著我們看B點 B點坐標是1 1又二分之一 所以呢我們是由原點 先往右移動一個單位 再往上移動1點五個單位 所以呢這B點坐標就是1 然後1又二分之一這個坐標 接著我們看C點 C點坐標是-1 然後3.5 所以呢我們是由原點 往左移動一個單位 再往上移動3.5個單位 那這裡我們標示 C點坐標是-1 3.5 D點坐標是-50 所以呢我們是由原點 往左移動五個單位 那Y坐標是0 所以呢我們不上下移動 好 因此在這裡標示 這是D點 坐標是-50 好 1點 坐標是0-5 所以呢 X坐標為0 我們呢不左右移動 然後Y坐標是-5 所以呢我們是往下移動 這4分之5個單位 好 那麼在這裡我們標示 這是1點 坐標是0-5